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是SFC上最著名的SRPG之一 最终幻想战略版也被称为其精神续作 作为系列第二作《黄家骑士团2》讲述了 在三个民族之间爆发的冲突最终化为内战 而主角一行则以平息站单为目标踏上战场的故事 PSP平台登场的加强版《黄家骑士团2》命运之轮 再补全SFC原版《黄家骑士团2》的剧情 并重塑部分人物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在发米同评分中以36分进入白金殿堂 根据该网站目前挖掘的游戏描述部分显示 本作将在PSP版基础智商制作高清版 并针对部分UI等游戏设计进行了调整 支持自动存档功能 游戏收录日语与英语配音 所有音乐都经过重新录制 PS4版支持免费升级至PS5版 虽然截至目前为止 SE官方尚未公开透露本作的发售时间 但也请各位战旗游戏爱好者持续关注 战场的副歌曲开发商此前曾透露 该系列将会以三部曲的形式呈现给玩家 前段时间官方也公开了战场的副歌曲2 将于2023年发售的消息 同时还公布了本作故事将会延续 前作真结局一年后的故事 全员存活 复仇故事也将真正展开 相较于前作战场副歌曲2改善了战斗系统 使其更具战略性 同时也会有新兵器登场 还追加了飞行船辅助系统 另外剧情分支线路的自由度也有所提升 分支选择将影响故事的发展 以及角色间的关系 官方还透露 本作将有两门灵魂加农炮 目前本作开发进度已超过60% 通过读取前作的存档 或者真结局存档 还会在本作中获得特点物品 暴雪娱乐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 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经典怀旧服 考虑到该资料片可能是这一长期运行的 MMORPG有时以来评价最好的一个版本 所以很多粉丝都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值 在修布这一消息时 暴雪表述巫妖王之怒经典怀旧服 将于2022年内推出 而最近游戏官网的更新意外泄露了9月发行的消息 这一消息现已得到官方证实 暴雪修布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 将于9月27日北京时间6点登录PC β措施版也已经上线 巫妖王之怒资料片将会有全新的RAID 职业 成就 新技能明文等等 另外在等待新资料片期间 燃烧的远中玩家将得到一个buff 提高所有经验值的50% 这个buff可以开关 并且只在巫妖王之怒资料片 怀旧服推出之前有效 和此前发布的魔兽世界经典怀旧服不一样 所有用的魔兽世界游戏时间的玩家都可以唱完 无妖王之怒 无序额外付费 巴勒空自家发行的英雄传说 荔枝鬼记二飞红罪孽 日版将在9月29日发售 而一直与他们合作的云豹娱乐 也正式修布繁体中文版 将在不到一个月之后的10月27日发售 本作将登陆PS5与PS4平台 游戏早期特点为 李恩专用密西服装 空洞核心语音监视目标2 官方还将推出离之鬼记二飞红罪孽限定版 包含特制外包装盒 游戏本体 游戏原生袋 鬼记系列特制2022-2023年台历 超大纤维材质卡尔瓦的共和国地图 还有仅限定版下载的 童话亭源迷宫 空之鬼记BGM替换DLC 离之鬼记二中曾经作为创之鬼记主角团之一的 斯文亚贝尔与纳迪亚莱恩 也将与范阿克莱德一起成为主角 本作也采用了很多创轨设定 包括类似的分支章节流程 主线的同一部分将分为AB两个分支章节 每个章节将由不同的角色与任务组成 玩家完成目前分支剧情 就会自动进行同一部分的另一分支章节 创轨中的迷宫在本作中 也将以童话亭源形式回归 本作中原野战斗将进一步强化 魔法也可以在原野释放了 鬼记系列常驻小游戏钓鱼将回归 还有新地图与新魔装鬼将登场 Square Enix公开北欧女神极乐世界 与星之海洋六圣神力量e Store专卖限定版介绍影片 北欧女神极乐世界e Store专卖限定版将于 2022年9月29日发售 税后19980日元约和人民币997元 内容包括游戏本体 美术设定集 日语版语音台本 迷你原声音乐集 压科粒粒派集特质收藏盒 游戏普通版将于9月29日同一天登陆 PS5 PS4平台 11月12日登陆Steam 星之海洋六圣神力量e Store专卖限定版将于 2022年10月27日发售 税后18000日元约和人民币898元 内容包括豪华包装盒 游戏本体 DLC道具 原声音乐CD4张 外加一张特点叠 极像胶挂件 游戏普通版将于10月27日同一天登陆 PS4 PS5 Xbox One 和XSX平台 Steam版于10月28日发售 支持中文 7月29日晚19点30分 已成功举办第三年的F5 进取游戏联合发布会在全平台进行直播 在这个半小时的直播中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几款值得关注的RPG游戏 《觉醒1》是一款暗黑童话风格的 类银和恶魔城游戏 游戏将故事分散到不同的时空碎片之中 玩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收集故事的碎片 逐渐拼凑出来整个游戏世界的背景 不同的收集顺序也会影响到游戏的结局走向 同时 该游戏也是本次发布会中为数不多的计划 上线全平台的独立游戏 目前Steam版已推出是玩 重铸纪元黑竞技是一款中世纪奇幻的沙盒 策略 生存RPG游戏 游戏的战斗部分就是标准美式CRPG的形式 玩家用鼠标控制一名领队角色带领 胜于三名队员前进 进入敌人的警戒范围之后 直接在地图上开始战斗 游戏的美术风格也巧妙还原了欧美CRPG那种 介乎于完全的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奇妙3D建模风格 人物造型以及武器装备的设定给人一种古朴的美感 而且据制作者介绍 他们给游戏准备的武器 道具数量相当惊人 不会让玩家失望的 目前游戏Steam页面已经上线 预计2023年发售 迷失幻图是一款融合卡牌构筑 与棋盘回合至策略的担任冒险游戏 游戏美术采用复古像素风格 可从战事 法师或者鬼术师等多种职业中选择其一 在随机生成的八成八地图里 一边探索一边构筑自己的强力卡组 游戏预计于今年第三季度发售 快讯时间 CYGAMES宣布 他们已经从脚串游戏购的重装机兵系列版权 希望能让系列重新焕发光彩 系列的新企划也在构思中 预定是一款面向家用游戏机平台的作品 黑白莫比乌斯 岁月的代价 发售日期由9月7日更改为10月19日 小福跳票一个月 该作是传送之物20周年纪念新作 将登陆PS5、PS4、Steam 支持中文 地雷是SRPT新作妖精剑士F Reference Code上周更新了他们的角色预告 游戏即将于9月15日登陆PS5、TS4和Switch平台 游戏暂无中文支持 据彭博社的业内人士报道 星球大战就共和国武士重制版目前已停止开发 该游戏的开发商曾向合作伙伴卢卡斯影业和索尼展示该作的游戏demo 显然这demo并未达到内部预期 因此只能暂停开发工作 并因此解雇了负责该游戏的设计总监和美术总监 好了 这就是本周RPG新闻内容 接下去为下周即将发行的RPG游戏推荐 各位可暂停观看详情 那么8月来临 暑假还在继续 社畜们也还在打工 我们的视频也要继续更新 下周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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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